環保船希望號停泊在西環的招商局碼頭 傳媒可以預先參觀 這一艘船艦在80年代由荷蘭製造 曾經擔當俄羅斯救火船的角色 在十幾年前加入綠色和平 參與多項環保任務 包括反核、保護鯨魚以及守護北極等等 所以甲板配備了直升機的升降台 又裝置了吊臂協助快艇降落水面 希望號今次訪港宣揚保護海洋的信息 支持可持續發展的魚業 既然海鮮對於香港人或亞洲人來說 是食物裡那麼重要的一環 我們應該要很珍惜它們 科學家已經警告說如果到2048年 我們再不保護海洋的資源 用一個可持續的方法去捕魚的話 到時很多巨經濟價值的魚都會滅絕的 說明是環保船 希望號的污水處理和暖氣系統 都改裝成低排污和低碳排放 連船身都有上環保漆 香港蜂民電視記者 玉兵然報導 到時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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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改裝了 了